台湾监察部门14号 公布了高雄市长韩国瑜财产状况 高达4500多万的存款 1500多万证券及其拥有的多笔不动产财富 立即受到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并且马上成为了绿营嘲讽攻击的新话题 韩国瑜去年竞选高雄市长时 以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为口号 凝聚基层力量 还说自己曾失业17年没有收入 而最新公布的财产申报显示 韩国瑜李嘉芬夫妇的存款 比2001年申报的200多万新台币 大幅增加了4300多万 引发绿营质疑钱从哪来的 显然他的庶民的标准就是4000万做标准 换句话说4000万以下都是庶民 那这样我相信全台湾多数人都是庶民 国民党民代陈学胜则以好友身份 为韩国瑜澄清 陈学胜表示 韩国瑜就算离开政坛没有公职 夫妻两人也在经营维多利亚学校 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倒就蛮有趣 他说我碰过国民党有史以来 可能成为候选人最穷的 这个4000多万要选 真的不是很有钱的人 除了财产问题受绿营攻击 韩国瑜的工作表现也成为焦点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视频 内容是行政机构的会议录像 视频中苏贞昌在讲话 强调台当局对高雄市府的帮助 但镜头每次切换到听会的韩国瑜 都是闭着眼睛 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 被修理得很不像话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因为这样的话联手建设高雄 目的就偏调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已经被修理了 被黑了 蓝营民代抨击民进党 动用公家资源 丑化韩国瑜别有居心 也有学者指出 有心参选的人应有心理准备 自己的一切都将被放大检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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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